马六甲这个富有历史文化的古城 不只吸引了游客的光临 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工作者到来助教 他在2008年7月7号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丰富的人文色彩和历史古迹备受肯定 这里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氛围 能够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 成为他们的辉豪的养分 进而把马六甲打造成一个艺术气息极高的古老城市 在荷兰街上有一家名为Artist Gallery的画廊 优雅的设计和花草的衬托 给予人一种清新的视觉享受 它是我国知名艺术家兼画家 谭绍贤所创办的画廊 这位散发披肩留着一对白眉毛和一缩白胡须 两袖清风 一服先外高人模样的长者 就是谭绍贤了 今年64岁的他 曾在我国画坛上火跃超过40年 在本地的艺术界里地位崇高 受人敬仰 在谭绍贤的眼里 艺术永远都是标新立异 且无中生有的 擅长素描和水彩画的他 把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都投射在抽象的画作里 在没有绝对的艺术空间里 他欢迎参观者对他的画作 做出任何的评赏 有的人他一进来的话 他转头就走了 他没有进到第二个厅 他转头就走 那表示他对这个东西 没有感觉 这种视觉东西没有感觉 有些人他从头看到我 这样他是有感觉 他认为一位完美的画家 必须是经过时间的磨练 和生活的累积 才能够创作出 无穷无尽的完美作品 为了寻求灵感和突破 他曾经在年少时期 到国外去游学 周游列国多达40个国家 这段旅程不只开阔了 他的视野 也充实了他画画的灵感 对艺术的创作 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旅游或者说去 探索不同的新的区域 领域 那对一个艺术工作者 那是非常重要的 假设他长期待在一个地方 那么他的创作资源 可能会比较孤悔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说跑世界 就是说去游学 到处去跑 跑到世界每个角落去 那对我这个一生人的 那个创作 跟价值观 审美观 看法 种种 有相当大的影响跟帮助 小时候没有这个经历 也许我没有 没有今天的成就 精神和身体状况 丰富的谭绍贤 在追求画作上 是无拘无束 随心所欲的 他辽阔的视野 全都画作 挥笔的养分 展现在作品上 让人为之动容 好像我们从事这方面 损美术工作 那个跟那方商业 从事商业美术工作 那个最大的差别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 做我们喜欢做的工作 画我们喜欢画的东西 那么生活就很自由 精神状态是很丰富 很丰富 很愉快 那么在某些人从事商业 商业美术的那个领域 他们限制就比较多 走了世界一圈之后 他最终选择在马六甲 这座百年老城市落脚 他说马六甲丰富的历史景点 是他考量的主要因素 我们到外国生活的地方 最大的选择 最大的选择就是这种 能够生活的安定 那么生活舒适 而且那个工作环境 可以让你自由地发费 自由活动 比如在很大的都市 很大的都市 纽约伦敦这些地方 那么你可以去那边 探寻学问 知识 那么对一个艺术家 如果生活在那边 那个压力 那是太大了 大都市 那么 比较小的市政 中小型市政 也许比较适合艺术家 那么马六甲是一个古城 这个古城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那景点就是一个吸引力 这个景点不单是要吸引这艺术家 到来也吸引世界各国的那个 爱好这个 所谓有文化景点的 那个空间来探索 来旅游 这样也许对艺术家的发挥 发展会有帮助 所以我就决定来这里 谭少贤的画廊是典型荷兰式的房屋 这里不但是他的画廊 还是他的工作室 住家和花园四者合一 在这两百多尺长的老房子里 前厅和中厅的墙上 都挂上谭少贤的复制品画作 宽敞的空间 让人可以心无旁骛的 细心欣赏画作 另外他也将前厅的角落 开辟成一间小型的工作室 供他从事转刻艺术工作的小儿子 工作的地方 这位就是谭少贤的小儿子 谭子健 他可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对艺术品充满了兴趣 更从画中角落的转刻印章 产生无法割舍的喜爱和兴趣 每个印章刻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美丽石头的纹路 还有它的结构 它的裂痕就会裂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你比较之下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差别 然后即使是同一个人刻的话 它也不可能刻出一样的印章 这就是印章的特色 转刻是一种特有的传统艺术 曾古至今已经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 转刻顾名思义 就是用转书刻成的印章 是一种与书法密切结合的传统艺术品 要完成一个印章 首先必须翻查转文字典 把该字找出来之后 就藏拟在白纸上 然后以倒转的写法 把转文写在石头上 再用印章架以固定石头 接着开始以刻刀雕刻 雕刻完毕之后 就用扫子清理石头上的灰尘 然后沾上红色液泥 在布子上盖章即可 从当初的一窍不通 到现在无师自通 可以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一套风格的转刻 谭子健不但印证了自己艺术细胞的天分 还发挥了无限的创意 为印章加入了新的元素 赋予转刻新的功用和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三五十年前的人工开采石头的方式 和现在的轰炸山区的方式有别 也因为如此造成旧石头的身价高涨 这些旧石头就是他收藏多年的最爱 目前只供欣赏 绝不拱手向让 谭少贤和谭子健两父子的艺术情缘 为马六甲的荷兰街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气息 下一次当你到访马六甲时 欢迎你到Artist Gallery参观 感受艺术环境 体验艺术人生 浅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